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支持超过15万个工作岗位 该州最具特色的企业之一是马尔斯奶酪城堡 它成立于1947年 存储有数百种不同的奶酪 它们最独特和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是切达干烙凝乳 但是随着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目前超过8% 这个被称为美国乳品之乡的地区就面临着许多挑战 新克利奶牛厂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随着投入成本的上升 柴油价格也在上升 利润真的非常非常薄 银行只能借给你这么多钱 如果你看起来不像是会成功的人 他们会直接告诉你 嘿 你完蛋了 由于玉米和大豆的市场价格上涨 该奶牛厂得到了提振 而玉米和大豆也是它生产的商品 但是其他奶农就没那么幸运了 在过去的40年里 该州已经失去了约4万个奶牛厂 但是尽管这些数字在不断减少 奶牛群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稳定 主要是因为当中小型农场倒闭时 较大的经营者正在购买奶牛 并使自己的规模扩大 美国奶农们认为 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双向咬合的 虽然全国各地商店的奶制品价格上涨 但是奶农自己没有得到这些利润 他们呼吁奶农团结起来 在这个行业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根据中国铁路部门周二称 截至周一 中国老挝铁路的货运总量 已经超过1000万吨 据中国铁路昆明局称 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过180万吨 其价值达到120亿元人民币 约17亿美元 自铁路开通以来 其货物运输量逐月增加 到目前为止 中国有25个省级地区 在中老铁路上开行了国际货运列车 货运已覆盖老挝 泰国 缅甸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货物已经扩大到1200多个类别 包括化肥 电子和光伏产品 冷链水果等 中国老挝铁路于2021年12月3号启动运营 绵延1000多公里 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省会昆明和老挝首都万象 当地时间11月8日晚 视听中国走进欧洲作品展播活动 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得到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 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支持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上海五岸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和欧洲卫视协办 旨在让更多欧洲观众感受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促进中欧民心相通与文明互建 推动中欧影视机构在节目互播和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 此次视听中国作品展播活动将持续一个月 在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全媒体平台播出 欧洲卫视被选定为法国展播平台 启动仪式上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严成胜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君 分别通过视频致词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蛇明远 欧洲卫视台长陈陈 分别在现场向来宾致词 随后 大家一同观看了行进中的中国第二季第四集 主题是中国的生态平衡 这部影片引起了法国观众的强烈反响 大家踊跃发言 畅谈观影感受 并期待在欧洲卫视上观看其他优秀影视作品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8日 乌克兰基辅 一盏眼影灯在停电期间照亮了一家商店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当天表示 目前在电力供应方面最困难的地区 是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和东部哈尔科夫地区 除供电系统遭袭之外 无法排除供水和供热系统遭进一步打击的可能 他还表示 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尽一切努力恢复电力系统的全面运行 不过 政府也有必要制定其计划 即做好在极端情况下疏散人口的准备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8号 韩国首尔 全国农民会总联盟相关人士 在首尔龙山区举行了敦促保障米价的全国农民决议大会 而后前往总统办公室附近试图进行试杯 在被警方控制后挥洒稻米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8号 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地区 俄罗斯一架负责救援的米杠二直升机坠毁 机上共载有五人 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公布的消息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四人受伤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